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P-R-V-E好久不見到各位 哽哽我們這個時候呢 還是在用一下比較高效率的刷圖好了啦 純刷碎片我們就不刷回合術了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還是用目前我認為最高效率的 手裡配上手旋 不是 裡旋配上離手吧 因為我覺得這個玩法應該算是能夠用最少顆的骰子 達到最遠的地方 然後這個CP值呢會是那個曲線裡面最剛好 因為對面也不會去被搞嘛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我是不是在這段時間 我只要能夠越拖越長 是不是我的平均就可以越高呢 對沒錯 我們直接下個結論好了 我們直接用冰土的方式 拉到了一秒鐘有10片這麼高 我們最後拿到了6420片 我們時間只花了812秒 我們平均33回合 不是平均啊 我們最後呢 對比較倒楣一點點 我們只到33回合只有52張卡片而已 如果如果我的回合數再高一點 像是平常的守護 如果我今天有到一顆七星的話 七星14場的話應該可以到40幾回合 我覺得這個平均至少應該可以到11或12以上 不過還是很香啦 至少我就是冰土嘛 把前面的時間再多拉長一咪咪 可是我覺得啦 如果真的要緩速的話 應該是要配上咱們的緩速圖才是最好 我自己這麼覺得 可是我們到後面呢 發現真正要玩到高的絕交手呢 沒有就純粹高命而已 我們這一卷呢其實說到底啦 我覺得是運氣好啦 運氣好才可以給他拉到那麼高星 對方高我也高 我們兩邊加起來呢 很像最後有100多星的禮物閃 而且這個禮物閃 我們兩邊都是拉到了12等 所以我們兩邊都是8秒就可以跳一次 所以算是很噁心的一個狀況啦 很噁心很噁心 所以你看8秒跳一次100多的話 我正常情況下的話 應該可以來到1秒15 不過因為我們前面的星數都還不是很高的關係 會拉低他的平均 所以我們到後面才慢慢把平均補回來 所以我們的平均最多最多的極限呢 應該就在1秒15左右 當然如果兩邊都是200星的話 加起來200星的話 1秒可以到30 不過那個是傳說的啦 那個正常而言是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不過呢這已經滿噁心的 你看我只花了12 14分鐘左右就可以拿到6000多 我們整場整場只要拿到20萬就好了 20萬我只要打30局 30局我就18萬了你知道嗎 頂多打40局啦 24萬就已經夠了 剩下來可以讓你隨便拿一些那個 200張換一卡的 那個真的太垃圾了 千萬不要去換它 什麼都可以換 然後那個呢可以當作沒有 頂多就是你跟別人刷 幫別人刷的時候 你多多少少有賺到 可以再多多少少補貼一下自己 可是那個說實在 我真的連油錢都不算 你知道嗎 你刷那個你就算一等 我也不建議去刷那200張 那200張 那999張真的是太虧太虧啦 好啦那我們的玩法呢 一樣非常非常的簡單啦 就是對面不斷的殺過來 然後呢我們不斷的去複製 生長跟小丑 生長跟破層 然後呢15關回合之後呢 再被轉一次 我覺得這邊很重要 一定要被轉 但是如果這邊沒被轉的話 可能星數就卡在這邊 但是會比較平均一點點 但是如果被轉的話 我們的星數會瘋狂的拉上去 但是運氣呢就要賭一下了 運氣雖的話可能在平均會往下降 運氣好的話呢全部上去 剛好又一顆七星守護的話 那個平均應該會很可惜的 然後這邊下去我被轉了之後呢 盡量用你的最快速度呢 去拉出你的破層 因為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讓它這個轉完會再轉一次 如果你有辦法馬上看出來的話 如果會被轉 馬上就複製破層 如果確定不會被轉 那我建議直接複製成長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 因為 不會被轉啦 不會被轉 我要賭定上去嘛 我就說上去啦 我沒有要下去的意思你知道嗎 好啦可以看到這一波下去呢 我的六星非常非常的多啊 那我選擇了 把六星我就不拿去賭那個破成長了 我反而呢全部拿去賭在禮物財 我覺得六星已經夠了 對已經夠兇殘了 我就沒有再往上賭了 但是有一個蠻碎的就是 我場上只有一個五星的守護在打而已哦 有那麼一點點的可憐啊 但是我們的星數呢 確實很噁心 我會到 啊對啦 我會到15等之後呢 再升級我們的守護一樣啦 原因就是因為我怕15關把轉王給打死 如果把轉王給打死的話 可能會有點尷尬 大概只要四星八成 或是五星六成 還是五星八成 就可以把轉王給秒掉了 所以我盡量能不點高就不點高 然後呢 如果真的有辦法 已經不小心上去的話 盡量再拿出另外一顆 等15回合出來之後呢 直接把它合掉 讓我們被轉王轉一下 我覺得被轉王轉啦 是有利無害啦 有利無害啦 好現在來到第18回合 這邊冰下去是非常爽的 我又拖了4秒鐘 對啦 為什麼我換冰圖呢 可以看到我這邊還沒有點到滿哦 是只有3.9秒 這個時候我每10秒鐘 應該說每6秒鐘會冰住4秒鐘 沒有 不對不對 每10秒鐘會冰住4秒鐘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啦 不是6秒鐘冰住4秒鐘吧 因為我記得他中間CD是10秒 在冰的同時他是不會算CD的對不對 如果是會算的話是沒有 好啦我先當作他不會算好了 每20秒可以冰住8秒鐘 我們冰兩次嘛對不對 所以代表說我的 我等於是多了約 40% 對 40%的卡片 你知道嗎 40%的碎片 但是這個不能這樣子算了 因為我們的碎片是慢慢地增上去 我們前面的碎片算很少很少很少 所以真的要算的話應該是到後期 而且對方也沒有辦法把小怪打死的時候 我們冰住就可以拖住了 但是但是我覺得啦 如果在小冰最後一隻沒有走出來的錢的冰起來 都是完完全全浪費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會覺得沙圖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沙圖的位置就要挑啦 沙圖的位置如果沒有在他的那邊的話 其實也算是浪費掉 如果兩邊都在中間的話有跟沒有一樣 你知道嗎 然後像剛剛這一波 我猜一下冰在最後一隻的話 我們就是有賺到這4秒鐘 可以多多 全場可以全部跳一半的星數 欸 其實很像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全場加起來假設有100就好 我們全場跳一半的話就是跳50 你知道嗎 我們就直接除以2啦 就不當作 就當作他每秒都有 我們就不當作那個 每8秒鐘跳一次這種 要怎麼講 批量生產 好啦 不想那麼多 好了 現在來到第二十二回合 這個時候啦 我的極限應該也差不多快到了 因為我們只有五星的守護而已啦 五星守護呢 只能給他疊到10層啦 那10層傷害其實也沒有到很高 而且我的守護還是只有等級8 當然如果今天守護越高的話 守護的要求可以越低 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還是沒有辦法 我今天生意等他加了兩層傷害 是等於是加0.5倍 1.5倍再加1.5倍 我每生意等傷害是加了2.5倍的傷害 2.25%你知道嗎 不是2.5% 百分之225 欸 很兇很兇 所以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星數還是非常非常重要 遊戲外的等級呢 能高 當然高是最好啦 但是我覺得8等真的不夠 最後至少9等吧 9等玩起來才想不到 好 現在來到第24朋友 我們看完25回的獅王之後 我們後面就給他稍微加速一下 因為畢竟我們兩邊已經完完全全沒有在動了 對 我這邊就能不動就不動 雖然說我的四星那邊有一度想要去合成啦 但是我想說算了 對 就算了就不動了 沒有就算了 然後我們這一波被猴下去之後 來到了58星啦 被猴了一些 但是還可以啦 不虧我們整體加起來呢 還是超過了每秒 我也不知道這樣每秒有多少 反正每秒應該有10吧對不對 一定有10啊 因為我平均算下來都有10了嘛 所以我們每秒 這邊應該是超過10了啦 一定是超過10的狀況 我平均才可以10嘛 因為我還是想一下 一開始的狀況確實不好 一開始慢慢升上去嘛 那段時間至少15回合內的星數應該都不會太高 15回合內的平均可能1秒6 1秒7而已吧 可能或是1秒3你知道嗎 好 來我們現在打完獅王了 因為我們有守護的關係 那這邊就不是重點了 重點就是未來的那個哀王有沒有給面子 哀王給個面子的話 我們這邊應該也只到33關而已 我們就給他稍微加速一下唄 好 我這邊用兩倍數來給他看一下啦 因為畢竟我們都不會再去動了 可能不動就不動 動的話又要開始搞下去突然覺得有點麻煩 但是如果我這邊一動的話 也有可能把六星的守護叫出來啦 但是我真的覺得我們這邊的星數是有那麼一點太高 我們的禮物才有點兇殘就對了 然後這一波下去 其實基本上也是靠冰土才救活的啦 剛剛28關的話 我們沒有冰土應該是打不贏的 多了這10多8秒鐘 多8秒鐘的時間讓我們去輸出就對了 好 那這一波冰土到29回合的冰土 其實是有跟沒有一樣 因為他冰下去的最後一隻還沒有跑出來 那等於是我要拖的時間完完全全沒有拖到 是有那麼一點可惜啦 然後這一波艾王莎就沒有艾到我的守護啦 如果艾到我的守護的話 基本上就是已經量掉了 所以我們又可以再給他拖到幾回啦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剛剛看到28回合這樣的話 我們極限應該就在33回合啦 好 現在來到31回合 我們的史萊姆有一點可惜 如果我們這個回合數達到40的話 那個平均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噁心啊 好 現在這個情況 這個冰土呢也是沒有可以看到 我們兩回合的冰土都沒有用了 所以我覺得啦 冰土呢 好像我不是很需要 真正要的呢 應該是緩圖才對 那緩圖的話就是也給他升到滿 升到滿的話 緩圖可以緩到50% 50%的話代表說我那段時間是增長的 每一段時間都增長 其實增長下也是很兇殘啊 好 來到第三個3回合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邊怎麼死了吧 基本上傷害就是已經不夠了 我們五層還沒有跌到八層 沒有跌到十層你知道嗎 五星沒跌到十層 這個傷害可能有點可憐啦 不夠 沒關係 我們就在崩掉33回合 50張卡片 但是我們最後的碎片呢 是6420平均 有10張以上你知道嗎 好啦 我還是覺得運氣比較重要 但是如果真的要拖的話呢 用緩速可能會更好一點點 而且緩速緩下去的話 說不定我這裡有更多時間 可以讓我的版面給他長起來對不對 我有更多版面長起來 對方也可以更多時間給他長起來 對方倒還好 因為對方只要打不死的話 基本上是無所謂 那打不死的話 就可以因為緩速的關係 多緩了幾秒鐘 有沒有機會成長就給他長上去呢 長上去的話是多凹了幾秒鐘 多一點點 多凹一點點 好啦 這真的是覺得應該是極限啦 很難再上去了吧我覺得 OK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如果有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 在Discord群 Leather 我先不想要說 有什麼事 然後我先打算 我先打算 再買個錢 來一下